Hi! My name is Kylie Vaugh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黑色的箱子 那就是我們的氣蜜箱 那我找到一個氣蜜箱品牌 它叫做 Vida Fun 那它這一個品牌的氣蜜箱都還蠻便宜的 比起像是大家可能知道像是 Pelican 或是 SKB 那我其實我覺得好像沒有差太多 因為我去實體店面也玩過所有的氣蜜箱 那就是一個塑膠箱子嘛 你有點像是在買信仰 然後還是買保險 就是你如果一個器材一百萬 那你不可能會因為省一點小錢 然後去損失你的器材的安全吧 所以你當然會去買一個比較知名的品牌 但是你如果一個比較便宜的東西 然後你單純想要保護它 那我覺得其實功能就是大同小異 OK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吧 那我們這一個型號是 Vida Fun 的 V21 就是一個比較中大型的箱子 那我的穩定器我把它拿出來一下 就是這一個銀箱穩定器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試著塞到這個箱子裡面 那我已經量過 應該差不多剛剛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打開來把它塞進去啦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氣蜜箱 那我們就來稍微玩一下 在這個氣蜜箱裡面有四種泡棉 就是一個是放在氣蜜箱頂端的蓋子上面 然後兩片是可以讓你自由裁切的 我不知道是你要同時使用兩個嗎 還是是其實你可以直接單獨使用一個也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應該是墊在整個氣蜜箱最下面的墊子 就這樣 那盒子裡面有一張小小的說明 就是說你在開關盒子的時候要開關不同的地方 你在開的時候要拉破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關的時候你要按press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按錯地方它寫說你可能會損壞這個開關的設計 我也不知道這感覺是一個缺點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特別的把它寫出來 然後卻不改造這個開關的設計 因為像是我用過Pelican 它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整個就是給你亂壓 然後整個你就只要可以扳開就可以使用 但是這個如果你交給可能你的朋友使用 或是你在片場你交給別人使用 那它可能沒有細心的話 那很容易就把這個扳手扳斷 或是出現什麼問題之類的 除非你就都自己使用 那就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OK 所以箱子上面有一個堅固的把手 然後這裡有一個我們的氣壓法 就是你控制氣壓的地方 就是你把它打開的話 你裡面的壓力跟外面壓力是一樣的 那你把它關起來的話 它裡面就會變成一個密閉的空間 你就是裡面放一個乾燥劑 你就可以變成防潮箱之類的 就還蠻酷的 那還有你把它關起來的話 你整個箱子可以丟到水裡 它就是完全防水的 然後我們的箱子底部有四個小角角 讓你放在地板上面 然後差不多就這樣子 依我的印象的話 它的箱子的硬度 我覺得它稍微偏軟的一點點 比起 Pelican 就是如果我的印象是正確的話 這個稍微軟軟一點點 就是我 Pelican做上去 我不會覺得我好像陷下去 但是這個箱子 我也覺得我有稍微陷下去一點 就小小細節 這箱子開關是還蠻輕鬆的 就是它有一個輕鬆的 可以拉起來 像是 Pelican 它那個開關 其實有時候會需要施一點力氣 它才可以彈起來 它不像這個就是 一個一隻手指頭可以解決的事情 Pelican就會稍微 需要用一點力氣 你才把它打開 那又是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你如果 Pelican把這個 蓋子推到上面 它會固定在上面 不會讓你這樣子掉下來 就又是一個小細節 但是你這樣子又掉下來 就會比較不方便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量一下尺寸 看起來是蠻OK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我們海綿 切成這個形狀 那我看旁邊還有一些空間 我看看可不可以塞幾顆電池 就測量一下 OK 那我們成功把我們的穩定架 塞到我們的氣密箱裡面了 看起來超讚 那我在想說 要不要一起把我們的電池 挖洞 塞進去 但是又想說 因為這個穩定器原本 其實就有一點點的重量 那你在提的時候 它旁邊其實需要一點空間來緩衝 如果你沒有地方緩衝的話 它就會直接撞到牆壁 或者是如果我把電池塞進去 它的穩定器 就其實在跟我的電池互相碰撞 所以我在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放進去 那我已經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海綿是兩層的 分割海綿 所以呢 你每一次拿出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會順便把海綿整個抽出來 那我再想辦法把它解決 看看 可能用個雙面膠 好吧 看起來沒有用 這個雙面膠根本黏不上我們的泡棉 因為 就完全沒有黏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試著用大力膠 把兩個泡棉把它黏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穩定器塞進去 看會發生什麼事再拿出來 會不會又一起全部拿出來呢 那我們繼續想說 到底要如何把這兩個分割的海綿 固定在這個箱子裡面 因為最好的情況當然是你 東西拿出來 泡棉還在箱子裡 不希望拿出來的時候 泡棉整個都飛出來 那我們就直接用我們大力膠袋 把我們四邊的泡棉全部都黏在一起 所以這兩塊海綿就會變成一整塊超大的海綿 那我原本分割的海綿算是剛剛好 所以它是有點擠壓到旁邊的海綿 所以我就又把我們的海綿再挖大一點 讓東西 就是這個穩定器 離它的牆壁稍微有一點距離 大概是零點就是 快要就是接觸到 但是沒有被擠壓到海綿的狀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輕鬆用 把我們的穩定器拿出來 而且在箱子裡也不會 任何的晃動 都沒有問題 真的是超讚 它就是一個安全在我們的氣密箱裡面 哇賽 真的是超讚 所以我們就可以疊車啊 然後就把這個穩定器丟在我們的行李箱 不用管它 因為我平常 沒有這個氣密箱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細心呵護它 就可能我們的燈光器材都在行李箱 然後C-Stand 燈夾 然後攝影機都在行李箱 然後但是我的穩定器 在沒有這個氣密箱的時候 我永遠都是抱在我身上 然後有一個背包 永遠都是抱著它 所以就會稍微有點不方便 就如果我沒有要用到影像穩定器 但是我永遠都要背著它 因為我不敢給別人拿 因為它可能亂丟 然後它不知道裡面是影像穩定器 它就會被摔爛 所以這樣真的是方便很多 我直接丟到行李箱 都不用管它 真的是 完美 然後沒有成功多了一個椅子 就是你在片場拍類的話 你就可以坐下來 就是超讚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氣密箱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 訂閱我頻道可以看更多相關影片 所以這裡全部都是攝影像 放在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